诸位要想得 自信的智慧德相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 它永远是在一起分不开的 物质里头确定有精神 精神里头一定有这个现象 所以近代像本神波斯从水试验里 真正的发现 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试验 使我们豁然大悟 悟到什么呢 我在讲习里头说过 说过多次 西方极乐世界好啊 化妆世界好啊 跟我们这个地球啊 没两样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现在都在多难呢 极乐世界那个星球什么那么美好啊 现在明白了 因为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里头都有见闻却知 都有受详行识 居住在星球上这些众生 要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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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山 念头山 严行山 山豪大地 花草树木 没有一样 不是 就这么个道理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谁造的啊 主上善人 他们上善所干的 那回头看看我们那个地球 我们地球上居住的 它不是造实善的 它造实卧 不是造小的实卧了 那要把实卧分成上中下三平了 在现在造的是上平实卧 所以 山豪大地 它所干的 都是一些灾难 都是一些不善 就这么个道理